坦白講齁 我在這裡講 委員之間大家彼此尊重 以前我們在在野黨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 為了審刀法案 我記得很清楚 融化條例的時候 為了審刀融化條例超越高度 屬物,而且整個國家 所有人都要注意融化條例要怎麼弄 你認為那時候要修融化條例 那時候我們在在野 本期在進行委員會 為了融化條例 第一條定義 講了一整天 還是一樣打個叫共 你歡迎齁 坦白講,今天來開會的 就是這幾個人 國民黨的黨員,黨方成員 富豪的心切 我們當過執政黨 但是也有 基本的遊戲規則 你現在大家沒有夫婦來 待會兒 總共會來 差不多十一點都結束 有沒有經過討論 另外,到底有沒有問政的空間 有沒有經過討論 我們一個新的主委來 我們要了解他的看法 結果他剛才 對於獨立機關的數目 他答不出來 一下時候這樣好像獨立,一下就不獨立 一下就半獨立 我們搞不清楚 這是中間的政治 大行政,政務大行政 設計 他們所有的公務人員 在民進這項的時候 要不要通過民進黨內部會非常掙扎 也非常掙扎 因為要得罪很多公務人員 到底我們要面對2014總統選舉的時候 這些公務人員選票你都不要嗎 大家都會有這種 有壓力 但是呢,為了政府整個 將來推動一個改革 那個挑戰還是要去做 所以那時候 埃金龍非常認真一直 一直捕下去 但是公務人員隨神 埃金龍很 很希望離開立法院 他也離開了政府單位 我最法院的政務官就是埃金龍 坦白講 他最負責 他可以跟國民黨溝通 兩年多 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常常講一句話 對所有政務官講一句話說 執政的時候 在黨挑戰是天津地益的 要有洋洋氣球就要人家挑戰 不要大行 而且我們不一定每一個都跟你複航 你只要沒有 因為沒有資料 多一個就大家算 就下台 這才是國家才會有辦法進步 國歌早上都亂了下去 活著的話就是靠人數多 大行不行 人家公共的負負負負責 然後我們立法完全沒有討論 我們立法會被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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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立法會完全 完全都沒有在認真 不要講說認真以後 我完全從基本態度都沒有去 所以就很抱歉 我今天就是說 應該齁 大家要跟他講 阿福利 這個法案 今天一定會 保留以後 就算出委員會 我跟他 因為我跟他講 我們最共通的 這個人比較不知道 我保證頂會去我 因為我在這裡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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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跟林醫師說 我們來講真的 那上節 最後的時候 我跟林醫師也協聊過 這個會期 政府再造所有無法 全部給他通過 他家都有這個 當然我們希望說 能夠改革阿 我以來動改革也沒意思 但是這個東西 要真改革 不是假改革 不是越改人 越多人 組織越膨脹 然後完全沒有設限 接下來這條 也是這樣阿 欸 屬集 除了 這總數 總數 除地方 支分 要分支機構以外 是50個違憲 現在這裡也沒有啦 主主位 你看這版本會不會調原的 你先去看看 拜託 來 就出現了 來 好 我們現在談到33條阿 這種改革 再造 連 屬案集 都 總數都沒有 這是什麼改革阿 這是什麼再造阿 你看這個版本 你不會能過嗎 所以這整個條文 你看 這整個 這今天要改的 只有十幾條裡面 全部把它改 改得 完全沒有原則的改法 如果 立法院 把立法院 把立法院 立法院 全綁掉 將來組織再造以後阿 各機關用人 不去進行立法院阿 立法院是 前線會越來越收 越來越收 啦 三級機關 三級機關本來就是要用法律 定制是不是這樣 鄒主委 這個政府再造以後 三級機關要不要 立法院 一定是 當然要 沒有 所以你沒有去看清楚嗎 不是 這完全鬆綁 你知道嗎 完全所有東西全部拿掉了 三級機 這個 這種版本 是 徹底 秒 秒 屍體 法院的版本 是 維持三級 是 沒有啦 現在的版本是這樣的 你現在 屬漢 屬漢局 過期是五十個 你要大家 如果沒有涉嫌 每一個人都要升屬啦 不要說在宏舊總署 那個比較有意外 大家也沒有升屬 以後你的部會 是 部門部會變成怎樣呢 部門部會 你只剩下總部 總部師阿 完全沒有涉嫌耶 跟委員報告 上次 在修正的過程當中 已經同意三級 要以法律來定制了 因為送進來 是沒有 完全沒有啦 這是徹底 秒是立法院的版本耶 你對於第三條 你的看法怎麼樣 在 杜主委 是 三十三條 裡面有關於 這個二級機關 或者是處理 技術性 專門性的業務需要呢 附屬的相關所根據 其實在整個 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三級機關 再要另外以法律來定啊 我想應該不會像委員提出來 在上次已經修正了 修正上 你告訴我 第四條 那本來原條就是要這樣的啊 第四條 主席第四條怎麼通過了 有沒有通過 這是詐案通過 修正通過 這是維持現行條文 第四條 維持現行條文 好 那兩個 所以送進來版本是這樣 只要一級二級 還有三級機關 三級機關 是用 以命令定制 你可以知道 這種行政版本 是草率啊 上次維持 是不是 是 不上次就已經維持現行條文了 你看行政員 行政員三年 你看 你最多的政府官 你不要去捍衛行政版本 好 你看整個行政院送進來修正案 你自己的感覺是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要橫平的去看一下 因為現行的三級機關 有兩百三十多個 那如果說未來 三級機關大概要修正的話呢 一定當然要交由立法院來審議啦 所以我們認為 這個所有的三級機關的組織法呢 一定會再送立法院 然後立法其實還是可以監督 行政說送進來版本 是完全脫離這一塊 完全把立法院消遣 我現在問你一個 你希望 好好回答 出point回答 你頭髮 應該很清楚了 你對行政中的這種版本 你覺得怎樣 會不會虎之常探啊 不會 不會啊 其實我們是 看這個整個組織裡面 其實有部分的這個 彈性 我們也橫平去檢討現行的三級機關的總數 這個法就不用修了 這個不法 這個不法不簽啊 錢要數多少也不必講 三級機關 三級機關也不必法立進資 不 那個 我們三級機關 已經修正要送立法院審議 這個東西還是立法 這是我們在這裡修了啦 是 你聽到嗎 我說你行政上的 這馬政府上的 這版本檢查詳下的 到 到 哪一個政委 負責這個法案 法案是哪一個政委 行政院裡面 行政院在裡面是有一個組織再造小組 原來是副院長主持 副院長主持 原來邱副院長 邱副院長 邱副院長 我能怪他要去世啊 邱副院長主持 啊 開 啊 開過幾百會 開過幾次會 從去年的 呃 97年 已經開過六次的會議 民進黨執政是開了37次 差距何其大 我開三七次了 聽你啊 這六百會三七百會議 我操作了 啊 東正 公民黨現在 完全執政 你歡迎能 變成一個 比 行政院的局還不如啊 這 送進來 口飛修礦法的 招案通過就對了 啊 各位 非常審慎 非常審慎的 在這過程當中 這整個法案 我再問你一次 這個整個法案 你覺得滿意嗎 這個 跟科委員講 如果是我們的版本 送出來 那這個版本 是經過大家 及時廣益的結果 那麼也是經過 這麼多年下來 累積去檢討的結果 所以呢 我們在這個版本上面 任何一個版本出來 為什麼過去都沒有辦法 那麼成功 是因為每個版本 都有各種不同意見 但是我們認為 在這種情況之下 呃 很多東西呢 我們說不能滿意 但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情況 我們也希望能夠朝這個方向 因為 政府的再造 完全可以接受 不是 在組織再造的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都要為未來的一些政策 環境的一些變遷 來預留一些準備啊 你從來沒有參加過這些 行政院即便是六次 由邱正雄副院長主持的 這種會議 在過去一段時間 立法院如果在奮戰 你也完全沒有在這戰場上看過 也沒有打過 在這戰場上 參與其次 我們這裡會是真的一樣的 打個點擊在心頭的人 我們看到 一個政權移轉以後 整個立法院被 被矮化到如此之本意的程度 非常痛心啊 一個政府可以不負責任到這種程度 非常痛心啊 但是痛心之疑 我們希望就是說 來一個新的主委 他曾經在民間當國務現場 還要打到報酬 再教人打到應該很清楚 結果這個 也在副行 沒有效 還要副行 也比較大聲 是不是這樣 32條 所以看還是一樣 現行是96個 民營黨 被改的 剩下 剩下50個 差不多減半 也就是說 有關於鼠和局是被減半的 從96個改回到50個 那個法案是在立法院通過的 今天你這個版本裡面 法案前 將來可以變成200個300個都可以啊 大家要數升級啊 對不對 回去這個 我現在還會跟你 今天這個法案很快會通過 我今天跟你講的就是一個很基本的concept的問題 我下次我們分 會不會是 我們分到的機會是非常多的 你只要在這個公司上面 你沒有法回去 好好的檢討 好好的談一談 這樣這個朝鮮洋的時候 要怎麼通過呢 你不要以為 這個 我又沒有開朝鮮洋的時候 就沒有你的事情了 你要負責法案的總結成敗 你要負責將來政府的 改革人 你在什麼地方 只要你在 你在這裡 領薪水 讓他當個官 世衛素餐 這個位置 沒有任何意義啊 我們不會世衛素餐 謝謝 你整個檔案好 告訴他們 好 謝謝委員 我們第三次